好像头昏脑炸似的 我呢 这几十年啊 有时候晚上做梦啊 我做梦做的最多的梦 就是我呢 就是知识青年招工 就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招工 我做梦最多的就是 我老招工老招不上去 别人都从青年点走了 就给我一人留那了 然后呢 上边这个知识青年表来了 我贴了表之后 往上一交就没动静了 哎呦我就在农村等啊 左等啊右等啊 他左等右等 等了十好几年 等了几十年 我做梦 我说我都老了 我现在我怎么还在农村呢 这个知识青年招工的表 他怎么还不下来呢 他怎么就别人都走了 我说我怎么还在农村呢 我说我得去上这个乡政部去问问去 到乡政部找啊 找这个那时候叫知青办公室 知青办公室呢 推我让我去找这个乡政委书记 乡政委书记推我 让我找乡政委书记 那时候七八年了 七七年呢 应该说呀 那时候 我这是一个农村的姑娘啊 这个姑娘当时啊 跟我挺好 也三盟海市的 出了半年多 到了七八年的3月3号 我记得特别经过这日子 就业被歧视 婚姻也被歧视啊 被打入令策 毛泽东时代 然后呢 他们家呢 就不让他跟我交往了 他们家说呢 我的出身不好 这个跟着我呢 是跳火坑了 不让他们家姑娘理我 那时候呢 这个招工没有信了 一点信息都没有 就是说信息啊 在哪管中天边 飞着一片风 有的信息都行 没有的信息 那时候呢 当时我这一咬牙 我说那时候考大学 到这信息来了啊 考大学就春风刮来了 我忘了那时候是 六月六七八号啊 还是四月五 我记得当时好像是 应该一百天左右 或者是一百零几千 因为我来 因为我原来读书的呢 是文革之前 66年我读的是初二 你要想把高中的课 要学不学完呢 我还得查四年的书 我知道这四年的书 有多难 如果要从这一百天里边 要把这四年的功课都学下来 大家想想这个难度也多大 当时我记得好像我唯一的呢 语文我在这个 这些年啊 我老看一些这个 留待 对古文 当时我的语文好像是 不需要复学 我需要复习的呢 需要学习的呢 是数学代数 物理化学和这个 和政治 一百天左右 我当时查一查 十多本书 平均一本书是十四天 我十四天的时间 我得把一本书 我得看懂了 我得看明白了 就是我完全凭着自学 初三的数学 高一高二高三的数学 然后呢 这个高中的物理 然后还得化学 大家知道这个难度有多大 七七年高考的时候 还得要正审 七八年要不要 我不清楚了 但是我当时就是说 我都 就是白天晚上学 我能学到晚十二点 真的是有点呢 头悬梁 追刺骨那种感觉 有的时候困难的 洗把脸 精神的 还得要看数学 应该说到高考的前几天 这些书基本的都看完了 道理是都懂了 道理是都懂了 你让我做题我也能做 唯一的缺点 就是速度慢 没有学生 人家学习呢 这个解答题的速度快 当时的这个学校高 高中的老师跟我说 说我现在的理解程度 理解能力已经没有问题 最担心的就是我做题 两个小时 能不能把这些题都做完 后来呢 考试那天 果然我发现问题了 这个题我能看懂 也能做 但是我一边想一边做 结果呢 两个小时时间到了 我做不完题 最后呢 当时辽宁省的录取线 是302分半 我也不是忘了 也不是302分 反正我的是差了6分半 不到7分 就是这个实际上 这个7分呢 那人就远了去了 人就多了去了 但当时我确实有一道题 我是应该能做完 我也能做会 但是由于我超数 从草稿上的纸超数了 超错个数 开放开不下来 结果这道题我做不出来 这道题20分 如果这道题做出来了 那我的分数率 远远超过这数了 所以说 我在78年考的 就考了这么一次 后来呢 78年的6分考大学 7分招工 8月8号呢 我去工作了 就说这个 考大学的春风 带来了呢 这个考学没考上 这个招工表 添了以后呢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呢 我去参加工作了 应该说78年 也是一个很 很顺当的这么一个年 由于这个 68年 就算66年到农村 78年 从农村走出来 在农村待了12年的光景 那么 尤其后几年啊 这个岁数越来越大 这压力非常大 所以一直到现在 有的时候 要是晚上睡 睡觉做梦 经常做梦做的 就是招工的时候 我被辣子农村了 就把我一个人辣子农村了 招工招不出去 这能梦经常做 好 好 感谢观看